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 中戏它经常无事物的练习 做什么呢 烤白鼠 趁热吃 什么感觉 尤其是冬天 冬天的烤白鼠 那吃起来的感觉 行程啊 表演表演 看看 就是拿过烤白鼠以后 然后你把它吃 特烫 特烫现在 烫 烫快烫 我真不愧 烫的话 你就不会用更大的面积 去接触它 你就想这样子 对 想办法 它不自信 那白鼠它就烫得不行 作为他们来说 这可太难了 它需要锻炼 翔子 你吃个面条吧 来一个 翔子 你看就是个热面 脸都红了 别洒了 别洒了 你这汤汁啥的 你撒章鱼身上了 不是 你这不烫吗 这碗的 烫的手一点反就没有 好像是汤汁啥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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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 脱的碗底 碗边 抠着碗边 对 你好像是汤汁啥的 你好像是汤汁啥的 叫给下一位 这是基本上我工地上看到的 陕西 工地上吃 陕西 这也这样 河北也这样 河南也这样 里面有肉吗 脸上是 就是特别夸张的那种 特别香的那种 这绝对有肉 这里边 还有小辣椒啥的 小辣椒啥的 小辣椒 吃面 吃 吃个忙 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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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没感觉 多长个面条 哎 怼溜 哎 怼溜 胡椒面 一根一根啊 小女人吧 我天 这分的 无食物的表演 已经基本上不再用了 然后也旺的差不多了 所以今天看完以后 我就觉得 还是要多生活 多去感受一些 戏曲中有很多 一些无食物 或是城市化的 一个学习和成长吧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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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